是新菩萨大、观音、弥勒、文殊 这才叫发菩提心 但是你这个智慧没有,这个心发不起来 向往、学习 你这佛的教导来发这个心 发这个心就是觉悟成佛的心 简单说 我上来跟大家讲是分心 分析它具足的内容 说是眼离心、大悲心、般若心 那三个合到一起的时候就是发心 那我们的发心就是发菩提心 就是成佛的心 就开始觉悟 能发心,开始觉悟 是真正的信佛 真正的学佛 以佛所教导的去做 这个心怎么样发呢 那就靠着外相三宝 就是相啊,佛相啊 是念念的佛所教导的一流下的经文啊 释迦摩尼佛露灭 已经两三千年了 有人说没有佛了,没有法了 也没有僧了 有现在的和尚 跟那个印度那时候大和罗汉 毕竟不同啊 大和罗汉是有神童的 但是 他们都是小乘的 没有大悲心 我们这个佛法传到中国来的大悲心 很主要的 就是文书、福贤、观音、地藏 这些是大悲心 那么第一个 说艳离四肩 这个大家很容易明白 大悲心啊 不是那个怜悲心 不是我们看见受苦了 生起一种怜悲心 那也不是大悲心 还有对那六七郡主 看见受伤害了 或者看见那个余别狭贱啊 没有知识的 生起一种怜悲心 那不是大悲心 真正大悲心的 有不如智慧的 是愿意让一切众生都成佛 度他们都成佛 就是真正大悲心 大悲心 大悲心没有情感的 像我们发起来 大悲心啊 都以情感来发 心里有情感的心 大悲心没有情感的 怎么解释呢 一切众生是空的 有人经常说 我学地上三经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何呀 众生度尽 防尘菩提 地上菩提 发的这个愿 地上菩提是 发的菩提心 成就了菩提心 度众生没有众生像的 那我们这个大悲心 度众生有众生像 或者跟我们有情感的 乃至于他听我话的 不听你的 跟你反对的 反正陷害你的 你怎么对待他 那才是真正大悲心 平等平等的 因此 这个大悲心解释的情况 不同的了 不是怜悯心 这是大悲心 这是菩提心的大悲心 般若心 这个就很难了 什么时候般若的智慧 看一些诸法界空 就是空字 很多人说 一入佛门就空了 什么都没有了 完全错误的 佛教讲的空 什么空呢 真空 什么叫真空呢 真空不空 那不空不是有吗 不是有 是空 真空不空 一切法都是空的 众生并不了解 佛菩萨还得度众生 众生是有 佛法在有中建立的 但是不知了 一念自主都没有 那才叫真空 在一些法上 在一些像上 在一些像上 印识的是假的 没有的 实在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从现象上证明 我现在有四年没到北京来 一年到每年都在北京来一圈 在伍代伍的山上 住了四年了 没下山 现在下了山 再看看北京啊 又变了 大分场变了高级经济区 朝阳门 德胜门 东智门这一带 那地方哪有人嘛 以前就是北京的大分量的 那现在在高楼大厦建的特别的经济区 房价还特别贵 但是这个实在的嘛 不是的 是空的 相信吗 学佛的人因为这个不常的 无常的 那我离开北京 我以前到北京到现在 七十多年那个时候 北京的二十六万人口 最交通最好最高级的 那个电车 那个电车什么电车 油轨电车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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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大铜板 两个铜板就行了 那玄武门坐到鞋子们就这一堵 这段我常坐 我知道 现在呢 没有了 看着是物质的东西 全是虚灭 不在物质 不在人间 乃至母所说的天上都入室 没有一件事 没有一件事实在的 什么是实在的呢 你的心不变 你的见不变 那能见的见不变 所见的事物没有了 这就是真常 展发的菩提心是那个真常的见 那个才叫真正的知 什么知呢 智慧知 智慧是印识的 不讲分别的 不讲变化的 这才叫般若 一说到般若 任何事物都是空的 空话的 只有个假名 每个人都是 只有个假名而已 那个时候 我所在的时候 我那些道友也好 我去这北京的 物质说北京的 现在荣丁河没有了 护城河没有了 这是似乎的 因为不变的 现在没有了 人呢 人当然更没有了 那个时期的人很少 也许还有 但是很少 再过一百年的 都没有了 大家可能看过呢 乾隆的他那个木吧 西太后那个木吧 那不是一堆骨头了 那骨头也快没有了 一切事物不停地变化 由它在运动当中 在你变化 能印到它的变化 这叫智慧 这个智慧是什么呢 说法的菩提心 说你的心永远不变 不是你现在是个男神 有变化是个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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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假象 不是你的心 心没有男女像 男女像是假的 不是心 心里的现象 有变化是个女神 这样印识呢 印知呢 就剥落 你有智慧了 你看一切如法皆空 万法皆空 空的 而生起大悲心 要度一些重伤 都就是不空的啊 这个道理 你要没有智慧 你没办法应知啊 你没办法诚印 现在要说我们父母 空的 那都不在了 当然是空的了 没有他并不空 他又转个像 不是那个像啊 还是不空 空跟不空 在大波瑞讲二十种空 空啊 一个空一个空 空到二十种 还是空 就达到真空 真空是什么样子 没有像 真空绝像 要你这么样认识 但是现在四千万言呢 那就叫周片寒荣 那惯又不同了 这幻灵的三惯 真空绝像 周片寒荣 一切是法 晚言聚散 不必想 这个道理不是我们 诸位道友所能理解到的 不过因为讲到薄弱 必须得讲 什么叫薄弱智慧 能够了解这个样子 真正薄弱智慧 所以我往这儿来的时候 今天早上来的时候 我一个道友拿着我的徒弟们 拿着缅甸一个老和尚的书 他们讲的全是二乘法 翻了几页 都是阿罗汉的法 都是阿罗汉的法 但是要以花眼经 以棱眼经 以法华经 对二乘人 说我们中国传来的法 是大乘法 大乘法是什么 无相法 无相 无作 无奈 我一切法讲到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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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到寺庙的门 所以你看到寺庙的门 三门 最从当家的空门 最从当家的空门 就是对入空门 对入空门 那要你说成道 成佛是空的 但是左边的菠萝 无相 无相 无愿 一切无愿是智慧 都是菠萝 中间对入空门 这个意思就是大乘教义 就是菠萝 菠萝是很难把它表达出来的 也很难证得 证得菠萝智慧了 你能够 所发的愿都能建立 愿都是 愿愿都成真 愿愿都成真 念念都成真 这个达不到 那你还从有相的入手吗 那发大悲心吧 大悲心是从有相入手 看众生苦难 大悲心 但是你自己必须得燕临 彌 Hum 你燕临四千了 才能够生起大悲心 能够生起大悲心 再能得到菠萝智慧 这三个是一个 这个过程是很详细的,分成三个。 我们说你发佛的心嘛,那就是一个心。 详细讲下了它的这么多过程。 我们最初信佛,讲我信佛。 讲信佛的时候,不到整身。 是因为你烦恼,烦恼找不着泄脱的方法, 我信了佛了,好一点。 但是不是一生两生。 包括我们这些个今天在位的道友, 你都不是一生两生信佛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要是没有这个善根,你听不到。 听不到般若法。 那般若就是告诉你,有空。 空就是见。 见一切法都是空,不要执着。 就放下了。 这都是般若意。 我们很多道友都会背心经。 心经当然都会背。 但是真正明白心经的人呢,很少很少。 我曾经问了我很多的弟子, 我心经第一句话怎么讲呢? 观自在菩萨。 一般的人都这样说,观自在菩萨。 把他当成观自在菩萨。 第一个字,观。 观就是般若。 也就是我们现在发佛的心的菩提心。 你要从头的好好想一想。 观就是想。 思维修。 从你的经历,你看哪个东西不坏吗? 永久的吗? 有这么样的东西? 没有。 永久不坏。 不变。 不变。 不易。 有这样的东西吗? 没有。 都是在变异当中消失。 变异当中成长。 成长而后消失。 消失以后又成长。 就要你这样灌。 不是眼睛看哪。 你心里想。 灌就是什么之子。 灌了之后就能定。 只灌双运。 灌中有子。 灌中有定。 定中有灌。 你看一些事物。 你看一些事物。 无常的。 苦的。 空的。 无我的。 你能这样灌呢? 你就看得破。 放得下。 什么都不执着了。 你才能达到自在。 你观。 你自在。 谁能观入进去。 谁就自在。 不观的。 不自在。 观自在。 佛祂是在观自在。 得到这个明好。 咱们遇到任何事都不自在。 咱们是生活在烦恼当中。 高兴了,高兴是烦恼 愉快了,愉快就是烦恼 那个愉快不是真正愉快啊 愉快完了,烦恼马上就来了 愉快生烦恼 因为烦恼的时候,你就轮流不息 六道轮回不息 你不能看一些法皆苦 观自在菩萨召见五蕴皆苦 那是般若智慧 发菩提心的般若智慧 般若智慧的因就成了果 得了自在的就是菩提的果 因为我刚才跟大家最初开始说发菩提心 大家把这个看成很简单了 我问了几个道友,他又很简单 说我发个心,心三宝了 那不是菩提心哪 发菩提心就是成佛 我要成佛 发菩提嘛,菩提是佛的果嘛 佛是阿尔多拉三朗三菩提,正等正觉嘛 但是你一发心,这是因啊 发心 但是这个因跟佛国结合的 因,该舍果海 就把佛的功德都该舍到了 一发心,就用佛的功德了 等到你成佛的时候 一会儿,还没离开你最初发的菩提心 这果彻因缘 成佛国了,又发给最初发心的 我收回来了 你怎么成佛的呀 是因为最初发菩提心成佛的 为什么,夏老爵子让我跟大家讲一讲啊 我想讲个什么题目,他问我出什么题目 我讲说,从发心开始嘛 发心开始一直到你成佛 但是你得会发 随时的发起,发是生起的 不是发了就很久永远在了 发了你又把它丢了 发的时候,生长起来了 一会儿又消失了 想着生根,发芽,成长很难很难的 那得万万年之后了 万万年之后了 发了心之后 你念念照,观就是照 因为这样子能照见无云皆空 发了心就完了,发了心得要照 照就是用你那个智慧,观照它 不会它念头错了 发了心,让它成长 我一会儿想别的去了 不先把它拉回来 那我要吃饭了,要穿衣服,要睡觉,要大小便,要做事情 没关系,都是般若,只要你照 但任何事物都可以 都在菩提心当中 用菩提心肉肉吃饭 穿衣,饿舌撒尿,随便你干什么 都在菩提心当中 那一直生来这样做呢 那一直生来这样做呢 念文如斯利菩萨的净行品 就念文如斯利菩萨净行品 花言三品 我这个胆讲得有 说,你所做的 所说话 所有的行动 乃至上厕所 都是清净的 怎么把它变成清净呢 要念文如斯利菩萨教终的方法 比如我举例子 你上厕所 说大小便时 当愿众生 大小便都没忘了众生啊 想着众生 把贪嗔词去掉 排泄东西都脏的 气贪之气了 捐出罪法 硬核犯罪的事都没有 说吃饭 吃饭也要发愿 文如斯利菩萨教终的闷 等你吃饭的时候 吃完了 饭时已取 当愿众生 所作已办 肚子乐了 不吃饭不行啊 有吃了饭才能办一些事呢 所作已办 居住佛法 吃饭也是佛法 吃饭也是佛法 上厕所干什么都是佛法 这就是都在菩提心之内 如果你能这样做呢 你能发菩提心去监禁 这是大风光光性 花言三品 完了之后你看这个做完之后 做过去就没有了 这是返恒品 清净反恒 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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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空的 完了将菩提心是有的 十大冤枉 从李经祝佛 一直到使者菩提心 回向 这十个 这大家可能都记得了 完了在花言三品里头 就包括 就是菩提心的具体 发了菩提心 你在家形成花言三品 就可以了 说还要送上地藏去 可以啊 地藏菩萨下地狱 为什么 地狱中生最苦 地藏菩萨发的大愿到哪都中生去 地狱 最苦的地方 三童 说我们没看见地狱 你在人间就是的了 你身上生病 吸头不了 那就是地狱苦啊 发高烧 烧得糊涂糊涂的 那就是地狱苦啊 也在你自身上表现 你把这一个都结合一起来 这个都把它发菩提心 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那个心呢 如果是不住在病上 发心度一些众生 愿一些众生都没得病 当你遇到每一件痛苦 马上你想到一些众生 有发愿 愿一些众生离了这种痛苦 只要是用心 你没想到自己了 你可能减少痛苦 当你最痛苦的时候 你把你心啊 入到别处去了 别处去了 心就不注意那个病了 这叫发菩提心 很多的事情 就是你把这一心 都搁到那个觉物上的觉 不去迷惑它 如果那么害病 减少病的痛苦 怎么办呢 转移目标 怎么转移法呢 我跟大家说个故事啊 以前一个老宗医生 碰见一个这样的病人 他还得搭背 搭背就是 后心那种长的瘡 长的瘡 那长的瘡就烂 烂的呀 在那个外头都看见 心脏的跳动 那是没办法治疗的了 老中医是想 就是 给他转移目标 说他那个屁股上啊 要长个瘡 说你这个瘡啊 我很快就给你治好了 但是你那个垫部上的 臀部上的 要长个瘡 我治不好了 那就给这个病人一个威胁了 那为人的思想啊 就不做 从那个后背上去了 一天摸他屁股 可别长瘡 可别发疮 哎 他那新的火下去了 三瘡两瘡 勾到几片 好 可不得屁股上长瘡 哎呀 这下他因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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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